各界關注的臺北大巨蛋 有了新進度 內政部在一月九日發下 防火避難性能審查任可函 臺北市長蔣萬安表示 希望能在四月完工 麗拼今年年底試營運 臺北市長蔣萬安喊出上任 一年內大巨蛋完工 內政部也在一月九日 發出大巨蛋防火避難性能 審查任可函 臺北市長蔣萬透露 有王麗拼年底試營運 對於大巨蛋逃生疏散作業 李四川表示 雖然整體可容納近五萬人 但運動場管市營運 將逐步按照人流量級需求 是階段開放 回顧大巨蛋歷年大世紀 前臺北市長柯文哲上任後 二零一五年一月宣布成立 廉政委員會著手調查 包括大巨蛋在內的五大案 同年五月 北市府常刊後發現 大巨蛋有七十九處博案圖施工 一建築法第五十八條勒令停工 歷經五年三個月後 終於在二零二零年八月復工 並在二零二二年五月宣布 大巨蛋營收分任計算方式 但民眾黨議會黨團表示遺憾 認為重大公共工程 不該受政治算計影響 許可函姗姗姗來遲 嚴重侵害全民的權益 早就可以通過的決定 卻拖了一年八個月 現在通過的標準 跟一年前的標準一模一樣 再在顯示內政部的消防審查 讓政治凌駕專業 選在內閣即將總辭的時候 那誰來負這個政治責任 此外講完也預計 將餘下週前往 視察大巨蛋 了解實際狀況 擬定更完整的規劃 按照計畫進行 記者黃曼西正麗 台北報導